这个新任考验模式呢,最重要的还是考验队友之间的默契和配合 然后控制方向那个人呢,最好是用键盘或者手柄来玩的 这样会控制的准确一点 其实刚刚是没有炸到的 只能把炸弹清掉 然后幻象天影把人吸住 这时候反向开第八天星,就可以把怪全部清掉了 然后走最下面,绕过龙卷锋,然后打这个蛋 然后龙卷锋快到这边来的时候就到对面 小心距离,上下距离,别被炸到 这个怪拿死,然后继续走最下面 然后注意观察这四个火消失的顺序 然后按照最先消失那个开始 障位,障两秒他就可以解除封印 到第二个封印的地方的时候就会出现怪物了 这时候一定要用技能了,不要很容易收藏 注意跟怪物保持距离,不要你没有两秒的时间去障位 拉开距离,然后争取两秒的时间,不要被分身炸到 然后回到中间,换技能 好啦,解除了封印,继续往前走 这个时候,不要靠太近,小心被灼伤 这个时候可以直接开弹,当浪费了一个神龙天生 往前走两步,把敌人插住,然后一个神龙天生就可以打很多伤害 别被地上的火烧到,也别靠他一进boss,会有伤害的 这就完事了,我们也是试了很多遍才无伤 来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